大家好 3月18号啊 中美之间在这个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 这个会议上呢 大家从表面上看的火腰味十足 那么江太公呢 18号也出了一期节目 我就说呀 这两个呀 都是在那表演 都是表演给双方的国民看的 那么很多人呢 也赞同我这个观点 就是说表演给我们看的 另外呢 从现在流传出来的一则视频呢 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杨洁篪把自己变成战狼 就是给老百姓看的 我想大家那个视频都看过了嘛 他在那狂标了十五六分钟 完了以后 他对王毅说 王毅 你也说几句 王毅就反问他 这个不翻译一下吗 杨洁篪说 这个还用翻译吗 这个翻译也笑了 然后杨洁篪说 那就翻译一下吧 从这一段呢 我们能看出几个意思 第一个呢 就是杨洁篪发这个标啊 他讲完以后 他就没打算让翻译翻 他也就是没想让美国人听懂 他就是表演给中国人看的 因为他是国务委员 他的官呢 比王毅大 他想着他讲完呢 也不让翻译翻了 直接呢 他让王毅就接着说话 没想到呢 王毅也是个江湖老游子 直接把这个球呀 又踢给了杨洁篪 他就说 这个不翻译一下吗 杨洁篪这个时候 他可不好说 不让翻译吧 他只能顺着说 那就翻译一下吧 这个地方呢 应该这样去理解 这也是一个官场斗争的经典片段 王毅呢 也非常聪明 他呢 就是反问这个啊 不翻译一下吗 实际按照我现在对官场的理解啊 王毅呢 就是给杨洁篪挖坑的 因为啊 在国际上面都公认为 杨洁篪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文文尔雅的 王毅呢 是个战狼 但是这一次呢 杨洁篪突然发飙 突然变战狼 那么杨洁篪从他内心来说啊 他是不想翻译给美国人听 他想的就是 我标一段给中国老百姓看一看 给我们的习主席看看就行了 就OK了 但是王毅不这样想呀 不能说我是战狼 你在这些外交场合上 你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这不是不公平吗 明明是你发标 咋能让我在老外面前背里黑锅呢 所以他就给杨洁篪挖的给看 不翻译一下吗 那在那个场合 杨洁篪可能也不好意思说不翻译 对不对 你到底是标给老外听的 你不翻译一下 确实显得也很奇怪 那么从这一段啊 就能证明啊 杨洁篪他们讲这些话 把自己变成战狼 就是忽悠国内的老百姓的 对不对 他根本就没想说给外国人听 当然那么深奥的中文 我想那个布林肯跟沙利文 那也是绝对听不懂的 那么这个是在开门会议的时候啊 就是整个他们这场表演呢 首先中国这边很满意 中国老百姓那都是打得鸡血一样 给杨洁篪啊不停的点赞 而且现在你看包括人民日报 都是把这次谈判的照片 跟当年李鸿章跟八国联军 谈判的照片呢放在一块 就是在这比较 而且就是说世界没有变 中国变了 我们变强了 中国人现在不吃这一套 美国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 全是这种论调 把中国呀就说的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这些人呀也不会变着思路去想一想 中国才是今年全面数字脱贫的国家 你还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元钱的 你咋能看不起美国呢 然后是中国才计划2035年全面建成法治社会 就可以说你现在呀 还不是法治社会的这样一个国家 咱能看不起别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 搞了两百多年的国家的 我确实觉得啊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思想真是可以 那么今天呢 我来揭露一个事实 那么这个呢 可能有些人听完呢 心里头就不好受了 这个才是真实的情况 这就是这个开门会议啊 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一般场合呢 不会出现中美这次这种情况 就是完全不顾外交礼仪 在那互相发飙 这个在国际上面啊 很少出现的 那么闭门会议呢 那才是实质性的东西 那就是才是有干货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光看到了外面的表演 那么他们闭了门以后干了什么事呢 这个呀可能让一些五毛粉红啊 有点受不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闭门会议上 中国给美国送上了一笔大礼 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洒币吧 在这个闭门会议上啊 签订了购买美国18架客机 价值呢 22.4亿美元 这个单子也非常大呀 而且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 就是啊 这个事呢 不是我在这说 你们上网就能查到 这个有一个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飞机的公告 你一查这个就有红头文件 是别人的这个股东公布的 那么这个国行啊 购买这18架客机呢 是空中客车 A320系列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空中客车是欧洲的 那他为什么跟美国签合同呢 这个就是太奇怪了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后面的操作是啥 他购买这个飞机呢 是通过美国通用底下的一家公司 叫做GECAS公司 这家公司呢 主要提供这个航空融资服务 飞机租赁 发动机租赁 资产管理和飞机咨询 它是一个中介公司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买这个飞机呢 他没有直接去跟空中客车买 他找了一家美国的代理公司买 可以说是拐了一个弯 把这笔生意呢叫美国人做 所以这个里头呢 就隐含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中国现在啊 他确实呢 钱也不足 他不能两边去买 他不能说是一笔单子呢 去买了空中客车 买欧洲的 另外搞一笔单子呢 再给美国 我估计呢 是现在的资金也紧张 就是这样去买呢 确实钱也比较多 那么他就把一个欧洲的单子呢 拐着罚呢 转个圈 叫美国的公司来做 让美国人把这个钱赚了 大家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就跟我们去买个东西 本来我们可以到厂家直接去买 但是你直接去买呢 厂家的领导搞不上好处 厂家这个领导就说呀 你到我们厂门口 那有个什么销售点 你到那去买 价钱还便宜 服务还好 对不对 那么他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你从这买了 他们底下呢 有好处嘛 跟这个实际是一个道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变着法子 跟美国的公司买欧洲的飞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他给出的理由是呢 中国的监管部门呢 没有批准中国的航空公司呢 可以买波音的同类机型 所以我们不得不买空中客车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 我们又要通过美国的公司去买 这真是神操作 变着法子呢 给美国人送钱 大家也知道嘛 像通用这样的公司 都是跟美国这个高层有密切关系的 对不对 随意知道他这个后面是哪个大家族的利益呢 实际这呢 也是一种利益输送 故事情节呢 到这就讲完了 同时呢 他还说这个理由呢 跟这个波音控股的这个公司买这个飞机啊 交货可能会比较快 这个逻辑可能也只有在中国出现吧 那么事情到这儿 大家就看明白了 不要看他前面啊 在那个台面上 大家都吵得很凶 都是演戏 都是作秀 私底下都是利益 这次这个利益交换呀 有点太明显了 对不对 前面是针锋相对 立场相对 然后关起门来 大做买卖 这就是利益集团搞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说啊 这个世界上哪一种人子靠不住呢 就是政客 我们不要看他们说的多好 我们要看他们干什么事情 为什么从近一百年的发展啊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 就是这些民主国家呢 明显的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这就是呀 他有一套监督机制呢 能把他们的欲望呢 控制一下 那么反观这些独裁体制呢 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一帮子的欲望 这会儿就是为所欲为 特别是中共这种统治啊 他演变成现在这种情况以后 就没有一点点约束了 他可以说是啊 养了这个九千万的奴才 然后把那余下的十三亿人变成韭菜 想怎么割就怎么割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本来就是韭菜 他咋去监督他的主子呢 对不对 那九千万又都是奴才 咋能监督他的领袖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现在啊 美国你说的再不好 他这套监督体制呢 还是有作用的 你不管再怎么去呢 他现在搞来这个单子呢 是要给美国赚钱的 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得到了利益 这个我们不能否认 对不对 但是总体 他不能太过分 太过分了 那么这个选票 还是在老百姓的手上 所以中美之间的谈判呢 现在这个媒体上表现出来的啊 都是不可靠的 我们只有看 他下一步 具体的这个贸易政策 再怎么去敲定 到那个方案出来以后 那就是 这个拜登政府啊 到底是舔共 还是亲共 那就是一目了然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最近不是那个 美日搞的这个二加二的谈判吗 就是这个美日进澳嘛 这里面呢 也明确的说了 要把这个台湾呢 列入他们的保护体系 特别是要加强日台之间的这种关系 实际这种策略呢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头就说过 这个必须是要日本进来 对中国的牵制力呢 可能才会更大 有了这个二加二谈判的这个结果呢 台湾这边的这个口气啊 也确实是变强硬了 直接我看是昨天吧 台湾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了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那么这句话讲完以后 我还没看到中共这边的反应呢 后面呢 还有个事啊 我也给大家简单的通报一下 就是我做这个节目前啊 我看到那个刘大胜 发了一个推文啊 他上面贴了一个油管大五毛 郑国臣的一个训诫书 就是他被他们那个县的公安局啊 把他训诫了 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训诫书上呢 也亲自画样按了手印 我就说呀 这个当五毛也不好当呀 你看好不容易喝点酒 吐了一点真言 没过两天 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 直接就砸到自己头上了 所以像他们这样的五毛呢 经常被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砸一砸呢 也有利于他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